台中母子双网车祸 行车记录器曝光 前年发生的台中文西南路 重大二十二伤车祸 路过车辆行车记录器 排下车祸瞬间 33岁男子林哲珍 前年驾车在全家外出 坐在后座的妻子及九岁女儿 六岁儿子 未系安全带 被违规左转的Match撞击时 因缺少安全带保护 身体遭到抛离弹飞 紧接着撞上耗子杆 造成更剧烈的撞击 靠近耗子杆撞击点的母子 首当其冲 导致不幸意外发生 警方表示 第二次车撞耗子杆 力道太猛烈 才会造成严重伤亡 坐在后座中间的母亲 以周身阻挡女儿免于向右弹射 达到保护的作用 曾经警方调查 那因为这部车 里面的乘客 没有吸安全带 那吸安全带 也可能是正式发生 重大双方的严密 动新闻台中报导